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一起 炎之辰 你是警察 你才制造毒瘾 他才是真正的国际大毒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了 冠军 这是安妮 除了 在一起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做的什么生意啊 你甭管 你必须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我死都会缠着你的 我告诉你 我干的是钓脑袋的活 你最好明天我滚回老家 别给我丢人现眼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嫌我丢人现眼了 我告诉你这辈子 你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 我这次出来已经把垫子都卖了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你听明白了吗 我不管你什么目的 我不会让你跟着我 金爷对我不饱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丢了我的钱 金天宇 你有种 又怎么了 让他走 来来来来来 来 坐 这种人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天宇 别想清楚了 金爷 你不会希望我为了一个女人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吗 好 好 既然这个女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让你亲自把他解决掉 天宇 我认识他没几天 但根据我的观察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想必他从我们的谈话中 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做的是什么买卖 你应该清楚 想让一个知道了不该知道秘密的人 永远保守秘密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永远不要张口 你亲自动手 我要你跟过去的一切说再见 金爷 你这是让我不仁不义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对他没有感情 但是你让我杀了他 我怎么对得起我爹 他毕竟是在我爹面前承诺过 才来找我 我做人不能恩将仇报 错了 这不叫恩将仇报 我是给你一个彻底还清清白的机会 你不是说过 要替我好好地把事情做好吗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一直希望 你能够有一个 对我尽忠心的表现 现在 就是最好的机会 你能够有一个 你能够有一个 我没想到这次来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非要死 就让我死在你手上吧 就像他说的那样 你亲自动手 让我们过去的一切都结束吧 你不能就不息 好 天一 你过关了 对不起韩小姐 开个玩笑 你可以留下来陪着天一 还愿着隐蔷 我们都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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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千分之一 我知道 以金小杰的个性 绝对不会把一个有子弹的枪给我 因为那枪口很有可能指向他 但是仍有千分之一的几率是有子弹的 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你以前是不酬严的 这几年你好吗 我好吗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可是真的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我一直都在找你 所以你就用赵刚的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做 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不是你的错 这是你的工作 其实我也知道我那么做 违反了纪律会受到处罚 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找到我又能怎么样 我只是想知道 这些年 你到底好不好 我看你明天还是回去吧 秦小杰这边我来解释 不 我不回去 不 你一定要回去 不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有任何的危险 我希望你快快乐乐地活着 就像你上学的时候 那样开开心心地快乐地笑 那样的事 这些时光永远不会再来了 我们已经不是同学了 只是 战友 现在我和你在一起 走 战友 战友 你再帮我写一次头发吧 折腾这两天了 我的头发很脏 好 好 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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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想告诉我 金海有二心 照片里的人叫江南 是江东的弟弟 自从上次我们联手 把江东交出去以后 他就一直想 重整自己家族的生意 所以我就一直定了 逃跑的高轨 但我没想到 他跟金海走得挺近呢 假 我本能地觉得有点不对 进行了一些调查 结果 江南想拉拢金海 自理门户 他们打算想怎么样 他们想打我们生产的冰毒的主意 你是说 江南想通过金海 搞到我们生产的冰毒 然后自行销售 是这样 金海你知道 咱们的货呢 程度很高 较钱又便宜 是市场上难得的好货 这也是江南 能够试图东山再起 最好的资金累积方式 少华 金海有份 他曾经作为江南的说客 拉拢过我 拉拢你 对 我再问你一句 金海有份 天一 照片我给你寄过去了 你可以继续调查 但话 我只能说到这儿 你给我寄过去 但是还在这里 我不在习惯了 不在习惯了 我去 gallo 那里 我去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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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 您知道跟丁少华 在一块儿的那个人是谁吧 江南 您知道了 说吧 怎么回事 江东被抓以后 这个江南一直想重振 他们江家的生意 这跟丁少华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怀疑 丁少华已经跟江南合作了 他是借着您的力量 把江东灭了 然后又想借着您的力量 东山再起 他们打算怎么做 是这样 我觉得丁少华和江南合作 他是一个阴谋 你是说 江南想通过丁少华 搞到我们生产的冰毒 然后自行销售得利 他根本无心和咱们长期合作 他是想借着您的资金 把这个生产线建立起来 然后等他们资金积累够了 我觉得肯定会把咱们甩掉 丁少华有二心 靳野 丁少华曾经为江南做说客 拉拢过我 拉拢你 对 你能不能肯定丁少华有二心 靳野 反正照片我跟您寄过 您看了以后 我想 这样吧 您可以再调查调查 也许我是局中人 我不是太了解情况 但是靳野 我的中心你应该了解 对 你应该请天宇会和我们展示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下面的任务是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诱护金小结的计划 急需你们配合 明白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女朋友呢 他还在划船 靳野 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会告诉你 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 金海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又怎么样 他让我过去一下 他说让你过去干什么了吗 没有 而且他不让我告诉你 说见面了再说 靳野 靳海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 应该不会吧 你依我的名义给他打个电话 说我有急事要找他 让他马上过来一趟 好 陶 金海接到了金小结一个最新指示 金小结让金海立即回缅甸 金海什么反应 他没有多大考虑 正在准备回城 陶 我们不能让金海离开 金海如果回来缅甸 那我们制造的金小结入境的事 那就十分困难了 开门 开门 金海要回缅甸了 我最恨人没脑子了 金小结 赵金海回去 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 需要我做什么 你说呢 老金 老金 咱能碰个面 现在 现在 明天再说吧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你先说 我听金爷说 你要回缅甸了 那边跟美国老的一笔四号的交易 出了点小问题 我回去处理一下 你相信啊 什么意思 这次金爷急招你回去 我想你自己也有顾虑 对吗 老金 打打杀杀的你比我再好 但要是我懂的老子 我的意见 你应该多少参考一下 明天在哪见面 老地方 合作愉快 好 啊 好 少爹 老金啊 你最应该提防的人不是我 这话我听不懂 什么意思 你不懂我什么意思吗 不懂 什么叫提防 那靳夜的手段和个性你懂吗 那又怎么办 靳夜对将在外军里有所不受的人 会怎么样 少华你别啰嗦 行吗 有话跟我直说 好 我想告诉你 你来到开阳 做的每一件事 接触的每一个人 靳夜都一清二楚 你是来监视我丁少华的 但一定会有人来监视你 这就是靳夜 你比我了解呀 靳夜对我一向很信任 但他如果知道 你跟江南密谈会怎么样呢 我跟江南是光明正大见面的 怎么了 你跟他汇报了吗 那我 有吗 老靳夜 你现在是个有二心的人 我没有 我对靳夜有二心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没有 靳夜知道吗 他信吗 除了你没见我江南 反正我是你 我现在不能急着回去 那 那你的意思是我留下来 你想啊 你怎么说 如果靳夜只是怀疑你有二心的话 你应该留下来 咱们俩精诚合作 联手做出一些事情来 用事实说话 这样也让靳夜有一段时间 考验你对他的忠心 但如果他对你起了杀心的话 你得揣摩揣摩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丁少华 为什么你最近特别热衷了我的事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啊 什么利用价值 我觉得你是个人才 而我需要人才 我不希望这个人才 待会把命送了 不知就这样 靳夜 靳海回来了吗 他没有地上班机 你给我联系靳海 我联系过了手机关了 你跟我来 进 你欣赏 靳海回来了 开枪 河毛拉拢他 背叛了 丁绍华说金海 我有点不明白 的确是一笔糊涂账啊 可是金海对你的忠诚 我们都知道 但是 但是金海没有回来 这是事实啊 你怀疑金海做贼心虚 丁绍华现在就暴露他的野心 我觉得他的目光 不会是这么短线啊 但是很显然 肯定有一方出现了问题 我还不敢肯定 星泰啊 你去一段开阳 我 对 你让我做钦差大臣 你不仅仅是钦差大臣 你还有生杀的大权 可是 不太有顾虑 只要是你觉得谁有问题 当场就把他做了 我相信你的判断 可与丁绍华合作 是金爷你现在特别重视的 我要的是真相 星泰 只要是你能调查出来这里边的真相 就是丁绍华 也照做不误 好 两位 我来呢 是要求的一个真相 什么真相 天员 我来呢 这两张照片的真相 这张照片是谁给你的啊 我就知道 拍得不错 客气 好 对于你手中的照片 金海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这还看不出来吗 我被这位好兄弟诬陷了 你信他吗 不信我信你吗 我忘了 你们俩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对吧 邢天宇 你想包庇金海没关系 我不说二话 但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跟金爷合作的意义 意义个屁 金爷就是误信了你丁绍华这种小人 你没去找江南吗 我见江南是你指使的 听到了吧 他自己承认他找江南了 天宇 你今儿算来着了 看见是不是真正的王八蛋了吧 怎么打死你 金儿 别愁动 我现在就提金爷废的面 干嘛来啊 杀人灭口啊 再说一遍 狗急跳墙了 金儿 把枪给我 回去 坐下 天宇 是 我是跟江南见过面 在没见面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 江南跟丁少华 合谋搞鬼 我幸亏见面了 你是说过我有利用价值吧 说我有利用价值 利用我搞金爷的祸 目的很清楚啊 离间我和金爷的关系 让金爷搞掉我 然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是这么打算了吧 丁老板 你手中的相片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相片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我跟江东江南 曾经是合作伙伴 我们见面太正常了 有哪儿不对吗 但我没想到金涵 你会从里面搞鬼 想理解我跟金爷是吗 然后再让金爷把我搞掉 就像你说的一样 你再跟江南相互勾结 为所欲为 你跟江南是不是有什么协议啊 丁少华 我让你全家都活不成 您信吗 金天宇 我跟金爷联手 逼着江东 扛下所有的罪 你知道吧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江东江南 他们兄弟俩的感情 是什么样子 江南杀了我的心都有啊 你还说我要跟他合作 去搞金爷的鬼 你不觉得可笑吗你 一点都不可笑 天忆 江南图谋江东的位置 已经很久了 一直想上位 江东废了 就是江南和他丁少华合谋干的 好了好了 二位先回去吧 金爷 怎么样了 你还是先把我办了吧 有这么糟吗 抱歉 我真的没法判断 这样吧 你准备一下 我亲自去趟开药 我知道了 金小杰要来开 我马上要回家了 开门 马上转移 去哪儿 去他家 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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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辛苦你了 金小杰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他一定会先派人确定我们的情况 你也够仔细 有好戏看 想看好戏啊 把自己当作局外人 当然了 我早就是不死期了 不是我 喂 桃怎么卖的 两块 甜不甜 甜 早上刚到的 来 两块钱来 我回来找你啊 好了 再来 注意 注意 先去个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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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电话 喂 头 有位邮递员上去了 注意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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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旋使邮递员 对 贿款 嗯 请签个字 进去 转过去 今夜的办事风格变了 这么直接 这是我的风格 不是今夜 那也没必要用枪指给我吧 我要先确定你有没有问题 电话给我 我先走 快 实施第三个计划 你不会连电话都不让我接吧 喂 喂 您好 这里是海宁人寿 求您愿意参与我们的保险计划吗 对不起 我正忙着呢 什么人 拉保险的 是吗 是啊 你没接过这种电话吗 把电话给我 手抱头 往前走 往前走 怎么回事 别害怕 不是窃听装置 是爆炸装置 怎么证明 拨13801563428就会爆炸 是吗 那咱们今天就让它炸了 把你刚才说的号码重新说一遍 慢慢说 1380156342 你要想此最好离我远点 说 好 喂 您好 这里是海宁人寿 请问您找哪位 喂 您好 喂 喂 这里是海宁人寿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呢 过来 我以为你真不怕死 可以了吗 我以为你真不怕死 这张汇款单上 有你和金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应该很好 高科技啊 看来还得我自己解密码 我不懂这玩意儿 没什么高科技 金爷用了最原始的方式 你自己想办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生命诸旧 国家心想 这是我的追求 我的理想 用生命诸旧 国家心想 风雨中 或是拨开暮云的力量 哭和泪 我不会深深 爱 从来都是热血忠诚 我不悲惧 更不怕 雪洒江场 追逐中 我的行为 甘胆相照激荡 用生命诸旧 国家心想 风雨中 我是拨开暮云的力量 利量 利量 亍生命诸旧 国家心想 延传草 昏生命诸旧 李宗盛